大家好,歡迎收看中國焦點新聞 先關注一下十二發的東風26集中起床 禁止美國航母打擊群進入第一島鏈 在央視軍事頻道最近播出的解放軍火箭軍系列紀錄片中 展示了不同射程多個型號的東風導彈起床和發射的畫面 最吸引人眼球的是東風21D和東風26 作為解放軍區域拒止作戰核心裝備的中程彈道導彈 集中起床的鏡頭,包括兩排車尾對車尾 彈體起床的10發東風21D和一字排開起床的東風26 在紀錄片中火箭軍的一個部的導彈倉庫中 12架東風26導彈發射車一字排開 彈體呈現90度的垂直狀態 好像隨時要發射一樣 東風26採用了可開合式的彈頭保護罩 所以彈體起床之後,彈頭也會露出來 從畫面當中可以看到 這12發打開了頭罩 豎起來呈現發射狀態的東風26 露出了雙堆體彈頭,相當有震撼力 12架處於戰備裝備的解放軍 東風26導彈發射車 可以稱之為全球最強大的 中程彈道導彈打擊力量之一 在美國的戰略學界 對於東風26導彈的研究分析 始終居於重要位置 東風26彈道導彈 是火箭軍裝備的陸基中遠程彈道導彈 是中國第一代液體彈道導彈更新換代的產物 屬於中遠程固體燃料彈道導彈 具備打擊大型水面艦艇的能力 東風26彈道導彈在2015年9月3日 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月兵儀式上首次亮相 官方報導2018年4月26日 東風26導彈經過了試裝、試用和作戰檢驗 具備了整建制裝備部隊的條件 已經正式進入了火箭軍戰鬥序列 2019年1月 央視的軍事報導節目首次曝光了 東風26導彈的實彈發射過程 東風26彈體全長12.8米 採用公路機動方式發射、核常兼備 可以攜帶重達2噸的彈頭 最遠的射程4,000公里 內地的軍事迷就稱東風26 叫做關島快遞或航母殺手 關島快遞的意思很明顯是突出了東風26射程遠的優勢 而航母殺手就說明了 東風26不僅具備了攻擊陸上重要目標的能力 還可以對包括航母在內的海上大中型的艦船 進行精準打擊 東風26作為解放軍新一代多用途彈道導彈 它採用兩級單體、雙錐體、戰鬥部的構型 兩級彈體提供足夠的動力 滿足東風26能夠打擊第二島鏈上 全部目標的射程需求 而雙錐體、戰鬥部一方面令東風26 有了沒端機動的能力 可以利用大氣、進行、滑行、跳躍等機動 來避免攔截 而另一方面也提供了更大的升阻比 以延伸導彈的射程 同時也提供了沒端精準修正打擊目標的能力 如果按照美國對高超音速導彈的定義的話 東風26的全程皮骨速度遠超過5馬克 也有利用大氣層進行複雜可控的機動能力 絕對算得上是一款高超音速導彈 如何有效反擊美國的航母一直都是解放軍的一大課題 新中國在建國之後屢次受到美國海上軍事力量的威脅 在朝鮮戰爭、越南戰爭中 美國航母對中國海岸實行了嚴格的海岸封鎖 在96年的台海危機當中 美國也將航母駛到台海附近 對解放軍而言 傳統打擊手段沒辦法威脅美軍的航母戰鬥群 美軍的航母戰鬥群上附屬的預警機和艦載機 可以形成圍繞航母700公里甚至更遠的攔截圈 東風-21D和東風-26反艦彈道導彈先後民勢 使得解放軍有了反航母的利器 解放軍裝備的反艦彈道導彈射程 在2100至4500公里之間 速度普遍超過12馬克 極遠的射程可以確保解放軍 在美國航母打擊群、防區外進行精準打擊的 導彈極快速度和活端的機動能力 可以突破美國航母打擊群的防空攔截系統 內地軍事專家認為 東風-26批量列裝後 足夠覆蓋關島的射程 意味著第二島鏈的美軍也備受挑戰 同時 航母也要後撤上千公里 才可以完全遠離高威脅區域 美國航母打擊群 將會失去對中國重心地區造成威脅的能力 在第一島鏈周邊地區 由於東風-26的裝備入列 解放軍初步形成了地緣優勢 具備了區域拒止能力 中美雙方的攻守格局開始轉換 從過去雙方力量對比 解放軍要拒止美國的航母打擊群來進 現在就變成了 美國航母擔心解放軍 在火箭軍的掩護下 將海軍的艦艇集群駛出外海 專家認為 這種局勢對攻守的影響能力 東風-26這次的亮相 有深遠的戰略意義 接著看看 後勤保障助力戰艦向深藍 中國海軍護航編隊帶了什麼食物呢? 9月21日上午 中國海軍第42批護航編隊 從山東青島起航 奔赴阿丁灣執行護航任務 這批護航編隊主要由北部戰區海軍兵力組成 包括導彈驅逐艦淮艦 導彈護衛艦日照艦 綜合補給艦可可西里湖艦 攜帶艦載直升機兩架 特戰隊員幾十名 淮艦艦和日照艦都是首次執行 阿丁灣護航任務 戰艦出航梁草先行 艦艦遂行遠海的任務 離不開後勤和裝備的綜合保障 北部戰區社交平台今天發布消息 指後勤部艦艦食品供應站的官兵 連續奮戰幾個午夜 為編隊提供堅強有力的後勤保障 他們走訪任務的艦艦了解保障需求 以及輪選綜合實力強 保障經驗豐富的大型供應商實施保障 此外還綜合考慮各類的食品儲存條件 時間、類型等實際情況 明確包裝規格、包裝材質等 確保滿足艦艦軟航需求 針對蔬菜的保質期短 不容易儲存等問題 他們採用了不同的手段 延長食品的保鮮期 最大限度、滿足編隊的官兵的新鮮食品需求 為了提高編隊艦艦的裝載量 他們還根據艦艦貨倉的層高間距 精確地制定包裝規格 使用真空包裝減少體積 從軍方發布的圖片可以看到 這批食品中有新鮮的白菜、辣椒 還有真空包裝的各類海鮮 大時大節遠在阿丁灣的軍艦上的官兵 都可以吃一頓海鮮大餐 解放軍軍隊的後勤建設 是國防和軍隊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 近十年來解放軍大力推進全面建設現代後勤實踐 推動了後勤的轉型發展 實現了保障能力的全面躍升 接著看看公安部說 中國是世界上名案案法率最低的國家之一 近年來內地公安機關推進社會 治安防控體系建設 嚴打嚴防各類突出違法犯罪活動 刑事犯罪案件持續下降 刑事案件在2015年後就進入下降通道 2021年刑事案件立案的數量 比2015年下降29.9% 今年1至8月同比又再下降13.1% 公安部8日行動辦公室主任仇保利 表示中國刑事犯罪暴力程度較低 是世界上名案案法率最低的國家之一 遠低於美國和西方等國家 內地群眾安全感由2012年的87.55% 上升到2021年的98.62% 近日公安部委託第三方權委機構 針對8日行動成效的抽樣調查統計結果顯示 9成的內地居民在深野單獨出門的時候 不擔心安全問題的 接著關注一下西汽再添東書 西汽東書四線工程全面開工 9月28日國家西汽東書第四條的天然氣管道工程正式開工 建成後將與西汽東書的二線三線聯合運行 建成後頭產西部管網系統的連輸送能力 將達到千億立方米 進一步完成中國西北能源戰略通道 有力提升國家天然氣能源供應保障能力 西汽東書四線是連接中亞和中國的 有一條能源戰略大通道是推動共建新時代 綠色能源絲綢之路的重大舉措 對於國家充分利用國際遊戲資源 實現開放條件下的能源安全具有重大戰略意義 工程管道全長大約3,340公里 建成後將有效增加管網系統工器可靠性和靈活性 提高能源輸送抗風險能力 進一步促進東西部地區能源結構優化 助力管道延綫經濟社會發展和綠色低碳轉型 最後看看湖北新發現保存完整的直立人頭骨化石 實證中國百萬年人類史 國家文物局通報了來自湖北、雲南、溫州 開封四處的考古新發現 其中在湖北實演學堂梁子為止 新發現一具古人類頭骨化石 雲苑人3號頭骨實證了中國百萬年的人類史 專家介紹2022年5月18號化石初露 頭骨保存完整 表面有少少的膠結物 頭顱勞形飽滿 微高明顯濃起 是至今歐亞內陸發現的同時代最為完整的直立人頭骨化石 新發現的雲苑人3號頭骨化石 距今大約有100萬年 處在歐亞大陸古人類近200萬年的演化進程中間和關鍵環節上 是探討人類東亞出現和發展的重要化石證據 實證了中國百萬年的人類史 目前這個頭骨化石下半部仍然在原生土層當中 後續將會制定提取收復方案 並且同步開展對為止 多學科的綜合交叉研究 大家好 和大家介紹一下巴士的部石樓台已經優化了iOS的app 改善當網速慢的時候 有時會遇到的播放問題 石樓台有很多你有興趣知道的話題和知識 其他媒體很少說的 我們希望石樓台是你的大腦營養補充品 石樓台歡迎全球的觀眾訂閱 希望你也支持巴士的部 訂閱石樓台 訂戶可以看到我李同、盧永雄 還有巴士的部的團隊 和其他名家的獨家內容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部 去巴士的部的網站 就可以找到石樓台 瀏覽石樓台內容介紹 和免費試看一些精選節目 除了網上版的石樓台之外 你還可以安裝石樓台iOS 或者Android的app去收看 多謝大家支持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